欢迎收看新闻大追集 我是姚嘉倩 国内食品安全最近又亮起红灯了 因为胖达人面包 遭到网友爆料说 他们的面包会这么香 这么好吃 就是因为添加了人工香精 好 现在事件是越演越烈了 胖达人遭到了重罚 而且也已经开始接受消费者的退费 当然经过这个艺人小S 他的代言还有加持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都吃过胖达人的面包了 但是您知道吗 为了增加这个面包的卖相 在面包里面增加这个人工香精 还有人工色素 早就是面包店的潜规则了 到底消费者去买面包要如何分辨 这是天然的面包还是香精面包呢 我们今天就要请专家来为您解答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杨月娥 月娥姐 您好 大家好 我是阿娥 第二位是合格烘焙讲师谢维林 谢老师 您好 大家好 我是维林 第三位是美食专家胡天兰 天然姐 您好 各位好 好 相信这个胖达人 他的知名度可能是在 住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会比较了解一点 当时他们刚开幕的时候 如果你有经过这个胖达人的店面 你根本连挤都挤不进去 你就会发现哇 好多人 而且那香味真的好香 因为第一个他们有让人家试吃 所以生意看起来很好 第二个远远的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 结果现在发现 让这个消费者多伤心啊 月娥姐就是他们的忠实顾客 几乎每天甚至每个礼拜 你都要去买一次 有没有受骗的感觉 我不只是去买一次 我还买来送人 送给别人 我还觉得我很有面子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还会在网路上看 他几点钟什么时候出 会出炉什么样的面包 你想要吃哪个口味 你就什么时间去买 后来就更糟糕了 就是我住民生社区 我们家附近就开了一家 很方便了 一次去买我就买一大袋 因为会有亲朋好友托买 那我只要带我女儿进去挑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在那里想要多待一会儿 因为好香喔 而且每一个面包他都有试吃 他的试吃绝不小气 大块大块切给你 所以太贵了 我不买就试吃就好 但是我最近有发现 他的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心情有点不太爽的就是 送人的让我花了那么多钱 稍稍心里有一点点犯低估 没想到现在我更想要犯低估了 我当初是冲着你的纯天然 现在竟然你欺负我的心情 是纯天然吗 我就觉得有受骗的感觉 对 而且刚刚月娱姐有提到 她说她一次去会买很多 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这个面包很便宜 好像有时候一个面包 可能要超过150块对不对 而且不大 所以不要以为说 它好像是算满便宜的面包 第一个它价格昂贵 第二个你竟然这样还欺骗消费者 你最好的钱 没有买到最好的品质 消费者当然心里就觉得不舒服 当然接下来要请教的是 天然捷 你有非常多品尝面包的经验 但是你从来没有买过胖达人的面包 你没有买过 怎么会 你好市场都吃过 因为我在她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 然后就说大家都排队 我去趁着排队的空档 过去看了一下 我从头走到尾 没有一个面包 我看了喜欢吃 是不是你的专业判断告诉你 这面包有问题 有没有 我倒没有先想到 它的面包有没有问题 我只是觉得那个面包不吸引我 也不是像一般媒体说的 面包要漂亮要香 因为我觉得那个面包也不算漂亮 是 因为我们大家要把漂亮的这个定义 要搞清楚 什么叫漂亮 你说我们吃到很多有机的东西 它都不好看 但是你靠近你一看看到那个农夫 他真的是那个休耕过土地种出来的东西 那个才叫漂亮 还有如果说你的颜色是用不自然的颜色染出来的 像我们都知道吃那个菠菜面 或者是那个树蒸角 它里面是真正把菜剁成剁碎了以后 挤出来是那个绿色 那个绿色是颜色比较深 比较暗的 如果你染出来的颜色是那么鲜艳的话 就翠绿的那种 那个我觉得不漂亮 那个会让我觉得非常反感 所以我就完全没有 一点都不心动 一点都没有实力 所以你心里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面包好像也还好 没有大家想说 好像大家一窝蜂去抢购那种感觉 对 因为我也很爱吃面包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一直以来 我们台湾做的那些传统的面包 师傅做的面包是非常棒的 很多香港人来台湾都说 你们台湾面包非常的好吃 是 对 我说我觉得我们台湾 太多好吃的面包 对 但是天真姐 你有说到这一次这个事件的重点 为什么大家会就是 郝市长要这么的重罚 你说当然最重要 是因为它欺骗了消费者 因为面包加香筋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是它加了太多香筋了 你说在比例上 那个是不符合这个比例原则的 对 就像你看 不管你今天加任何的 像我个人是不吃味精 所有精类的东西 可是并不是说 鸡精 柴鱼精 香菇精是十二不赦的 那你说有的人他并不是手艺很好 或者他没有时间去熬高汤 他难道就不能用吗 他可以用 但是要用适量 提味就好 蜻蜓点水就好 可是你大量的加进去 你没有稀释就加进去 那个就是会造成食品安全上的 一个很大的顾虑了 是 当然这次大家都讨论说 那到底这胖达人加了哪一些香筋 让面包变得这么香呢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谢老师 他有非常多年制作面包的经验 谢老师就要来跟您请教 我们今天在手板上其实有列了出来 这个做面包的时候 大概可能会添加哪一些 这个可能人工的香料 香筋 让面包更香更好吃 我们看到有所谓的面包改良剂 蓬松剂 小麦 蛋白色素 各式香筋等等 消费者可能听了会补煞煞 但是就要请老师要来说一下 到底为什么面包里面要加香筋 因为像消费者像我就百事不得其解 面包就面包 你加这么多东西要干嘛呢 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手稿上这些 那个为什么要外面的面包 要加这些改良剂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台湾市场上烘焙师傅就大概是这些 那每个人都要进入这烘焙这一块要去学习 那每个进来学习的学徒 他可能不见得能够向师傅把面团打得很好 所以他要添加一些改良剂 去让他协助这个面团在搅拌的过程 很容易的达到他要的一个程度 所以反而是说这个师傅的技术没有太好的话 他可能就要添加这么多的人工的一些香料 才有办法让面包变好吃的意思 其实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另外就是老板也承受不起 所谓的成本太高的一个问题 他也不能说你做一批全部都失败了 对 就是你今天打了一百条土 是失败了没关系 我明天再 我今天再 你再继续再秤料再继续打 佛心来的 对 所以才要让他去添加一些改良剂 让他比较稳定 对 那只是说在添加的时候 就是可能是适量的去做添加 是OK的 可以让他协助他不至于打过头 坏掉的这一些 对 会协助这些师傅们很容易的去上手 就很容易上手就对 可以缩短那个教育训练的时间 但是我们有看到就刚刚有提到 这个面包改良剂 是说它可以增加它的体积 保持柔软 蓬松剂好像就是顾名思义嘛 让它感觉是很松软 就是做面包一定都会加的吗 基本上目前来讲做面包多多少少 我们都会加一点因应国人喜好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像有一些人工香金 它其实是合法的 它是合法的 它并不是就是不合法的东西 是 它是合法的 就是在适量的添加上面来讲 这是合法的 不要太过头加太多这样子 其实就像是天安姐说的 你加香金这无可厚非 可是你加了过量之后 这可能就是没有良心的一个店家了 但是想要请教的是这个月儿姐 其实你一开始你就说 因为你是身为消费者代表 你说你有觉得自己被骗了 但是你有曾经怀疑过这个面包怪怪的吗 你说你好像婆婆有问过你这样的问题 说这面包怎么可能这么香呢 对 其实这个香气 应该说我们家是做传统早餐店 所以那个包子馒头 尤其是馒头 那个山东大馒头 那个揉的劲 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 加了抢面的面粉 一定要有一定的时程 那个揉完两只手都快挂了 但是这些用机器再去弄的 我觉得那个其实时间还有力道都是不足的 那曾经我说那个香料的味道 让我觉得很怀疑是因为 我去买过他们店里面那个黑眼痘痘 可能很多人都有吃过 小S的最爱 我也很爱啊 还有包括很多巧克力东西 我觉得好奇怪 巧克力经过高温之后烤了 它不是应该要融掉吗 为什么它没有融掉 它一颗一颗咬起来好脆 很脆 对 那我刚讲说我们家里面做早餐店的 那我妈妈以前在做那个馒头的时候 就有想说那来做一个不一样的 做一个芋头馒头 我就帮她削那个芋头啊 买来以后削了芋头 手还痒 然后芋头切好一块以后要去蒸 蒸了要弄成泥 再去和在面粉里面 然后去好不容易做出来芋头的馒头 哇 觉得好好吃喔 可是怎么我也没有闻到过这么香 这么香的味道 但是就有人会到店里面来跟妳讲 我跟你讲 这样你滴一滴下去 哇 颜色均匀 然后漂亮又好吃 结果我妈试了一下 放了几滴下去 我的天啊 颜色好漂亮的 紫紫的 奇怪我用芋头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紫 为什么放了香精的颜色这么的紫 吓到了 我再也不敢用了 对 其实这个香精真的用的太过量 真的是非常可怕 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消费者 真的还满善良的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胖达人 已经开放重新开幕 说你可以来换货 还是有很多人 跑去买他们的面包 但是真的是要记取教训 下一次如果你到面包店去 要如何从外观 或者是香气上面来判断 这到底是不是天然面包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